客观上金砖国家都是所在区域的战略枢纽性国家 这个你倒是可以说的 他在他所在的地理次区域 最早的那批金砖国家 包括现在新西纳进来的那些金砖国家 都是所在次区域的战略枢纽国家 金砖国家内部的决策机制 至少在这五个国家内部的决策机制 真的就是协商一致 就是negotiate 而且是五方一起坐下来 把问题摊在桌面上 谈到大家都满意见着 然后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乍一看的远远的看过去 甚至你会觉得它有点杂乱 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但是你仔细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上来去看的 它就有点像什么 像小孩子玩的拼图游戏 它一块块碎片在网上大 但是整体一个框架是比较清晰的 这个框架就是舒适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平等互利 就基于这样一些原则 然后就推动这些合作务实的往前去走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确实挺特别的 确实挺特别的 你很难用那种以前的就是西方搞国际组织 那套东西去进行衡量 你会发现怎么都对不上 它是个很特别的东西 往前看 沈老师 你觉得金砖这个组织 它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金砖能够走到今天 西方国家对中国 对俄罗斯 包括对巴西 还有南非 印度各种形形色色的打压和歧视 这个是功不可没了 说得直白一点 没有你们这么 就是没有西方国家在外面这么折腾 再那么去搞 你要金砖国家克服初期的那些差异和相互之间的隔阂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说实话不说不可能 也是有难度的 金砖五个国家的时候 差不多四种官方语言 完全就是鸡头鸭讲那种 有的是有这种这种时空的感觉 然后这些国家背后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 这个文化差异也极其巨大 但因此就构成了这个金砖很独特的魅力 它真正意义上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多元化 地理上的广阔性 还有在这个历史和认知上 但它有共识 共识是什么 就是这些国家确实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 就是推动这个全球治理的良性变革 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共识的 就这些国家它都从全球进程当中 都从全球治理当中获益 但是他们也确实都对全球治理 有不同程度的不满 而且就像美国人很担心 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个反美机构 我开玩笑讲说 有印度跟巴西在 这怎么可能是个反美机构呢 它不存在是简单的那种 情绪化的反西方情绪 真的没有 就它可能会抱怨 就是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 你这个虚方的这项具体的政策 是不适合需求的 它会指出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 要构成一个有效的合作 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是另起炉灶 要重新再来一套 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就是要坚持联合国的这个框架 坚持国际法的这套体系 然后在这里面去提出自己金砖的主张 然后这个主张也要吸纳来自于 其他国家的合理的意见和合理的部分 或者说让金砖国家主张的合理部分 进入到这个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制定当中去 这个是金砖国家的定位和独特性所在 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 看了一篇文章上面有这么一段话 我想提出来给您分享 然后想听听您的反应 他说值得注意的事 他说东道主的南非 它的背后有非盟的55个国家之外 巴西的背后是南美洲的国家联盟 中国的背后有上河国家 俄罗斯的背后有独联体国家 另外印度的背后 是南亚以及印度洋的珠邦有几个国家 也就是说几乎汇聚了整个第三世纪的国家 我想问的是 第一个你的感觉 这是一个比较总动的报道方式呢 还是有些是什么实际的意义在里面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参加过金砖国家的那个工作组的联络 联络组的那些会议 也参加过一些他的这些侧编活动 应该说从新闻报道的层面上 他讲了一个比较大的故事 另一方面的他有一些东西讲的是对的 不是全部 你就比如说南非 南非对自己的定位确实就有这样的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说就你可以把理解为 南非对自己的定位 我就是一个非洲的路由器 就你非洲这些国家 如果要接入金砖这个东西 如果是个WiFi的话 那我这个南非就是一个Hub 就是你通过国作为一个枢纽 作为一个桥梁 然后你进入到金砖 然后呢你金砖的这些国家 如果你要跟非洲国家发生这种关系的话 你要把南非作为一个Gateway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 这个在上一轮南非13年的时候 搞那个金砖峰会的时候就有体现 他就安排了这个非洲国家领导人 和金砖的对话机制 那就是说我是非洲的主场 整个非洲大陆就是我南非这家过来 然后我就这样去做 那么至于其他国家呢 俄罗斯可能是有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就是说 他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去进入俄罗斯认为的 就像前苏联啊 或者像独联体这样一些区域呢 他是有一些 你不要绕开我 你最好通过我来去做 对吧 你不要跟我形成那种影响力的竞争 因为他的这种领地的意识和概念 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印度呢 印度想法很多了 但是印度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很多想法 他其实缺乏一个这种架构性的支撑 巴西其实我知道的是 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巴西有的时候对其他一些金砖国家的看法 就是在整个金砖国家里面 他认为巴西是最懂国际法的 我最了解欧洲人的规则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要跟国际上面接轨的话 巴西可以去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和交流 当然这个随着卢拉和这个巴西政府的 这个左翼化 就是左翼政党的这个执政 这个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现在变得稍微有一些往前走 但你还行 中国中国真没这想法 中国真的不认为 我后面是带着一大块这样的东西 我就是在金砖这个机制 然后就是客观上 金砖国家都是所在区域的战略枢纽性国家 这个你倒是可以说的 他在他所在的地理次区域 最早的那批金砖国家 包括现在新西纳进来的那些金砖国家 都是所在次区域的战略枢纽国家 然后通过进入金砖机制之后 金砖可以在相关的次区域 通过这个金砖机制 在这个区域的伙伴国 成员国成员方 去投射自己的影响力 这也是可能的 这也是可能的 而且这个如果做成的不奇怪 因为中国其实条件还算差一点 因为中国周边东盟都是海嘛 这基本上其他的都是陆地啊 你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独连体的周边 这个印度的南亚周边 对吧 那是中东地区 还有非洲 这都是陆地嘛 这些陆地你中间有了之后 关键基础设施公路 铁路 桥梁 机场 海运的港口码头 这些东西都是金砖的强项 这个东西网络一旦扑起来之后 它确实可以发挥这种战略枢纽的作用 但是您这篇刚才念的这篇报道上 那个描述的就是有一点那种 那种宏观历史的那种那种穿透感 对金砖实体层面就有那么一点点夸张 它并不完全是作为这种集团的象征和代表 他也金砖成员真的很少说 我代表说 俄罗斯说我代表独连体国家跟你们去谈 他不会的 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是这样子去做 另外还有一点我看到的这个报道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就是金砖里面它的决策过程 我听说不是投票产生的 而是协商一致 协商一致 所有人都同意 谈到所有人都同意为止 那换句话说 任何有一边 有一方都可以否决这个案子 一个提议案 就是可以换一个东西谈 就把这个东西暂时放到一边 无所谓否决 就暂时先不谈 我们先搁置它 我参加过这种工作会议 这个工作会议真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南非方面最早提出的 南非方面就说 我们一共就五个国家 你就不要三比二了吧 在五个里面搞多数投票 不就三比二吗 然后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都同意 都同意 然后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金砖国家的早期文本里面 是没有投资贸易化和贸易 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个概念的 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提法 叫做投资便利化和贸易便利化 Trader Facilitation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为什么 很简单 有成员国不是中国 我可以明确说不是中国 中国当时希望就是 中国觉得无所谓 中国觉得无所谓 但是有一些成员 坚决反对使用自由化 坚决反对 就不要 就一旦你用了自由化 我就不跟你谈 然后到最后 大家就约定 那你就说吧 你想用什么词 他说我们可以用这个 Facilitation 然后就大家都用Facilitation 就这么来 他不愿意用自由化的三个词 是什么意思 就他讨厌自由化 就他讨厌自由化这个词 就他对这个自由化这个词 在他本国的这个政策的实践当中 有阴影 他就反 他看到这个词就反 哪怕 他说我知道你要做的事 其实跟我讨厌的事 它不是一个事 但我就看到这个字反 大家说行啊 那我们就换吧 那我们就换 就去弄这个事 包括你像这次 在金砖扩原的时候 不是一直说 那个印度不松口吗 说印度有强法吗 其实我当时他们都猜 印度可能就是对巴基斯坦 是不是加入有想法吗 我觉得巴基斯坦是一定不能加入的 那我跟这个东西是不行 它是一定要死保的 那么死保的话 那么肯定就导致 如果你坚持去推 假设你坚持去推 或者说什么 那么你到最后 你会发现到最后 最后一颗印度还是松口了呀 印度松口的原因 肯定就是在这个扩容的标准 和其他问题上 就是照顾到了印度的核心关切 就是这样 就是金砖国家内部的决策机制 至少在这五个国家内部的决策机制 真的就是协商一致 就是negotiate 而且是五方一起做下来 把问题摊在桌面上 谈到大家都满意位置 我的感觉 金砖这个组织 它现在里面的运作方式 还在演变之中 并不是这个英文叫做 刻在石头上的字 就是永远不变的 我的感觉对不对 准确的说就是金砖国家 一直有人这样说 就是说金砖国家需要完成机制化 就是说它要形成一套 更加稳定的固定的那种刚性的机制 然后让它成型 变成一个正式的组织 因为严格意义上讲 你现在都不能讲金砖国家 它是一个organization 它其实就是一个summit regime 就是一个机制 它甚至不是一个institution 它就是一个regime 比norm稍微好一点 但没有到institution那么正式 但是我可能觉得 我倾向于认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金砖就这样 它就会这样 它不会再变了 它就是保持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是内部的决策建立在 谈判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 不太采用这种强制多数表决 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这样一种机制 我宁可为此损失这个效率 损失决策效率 我宁可暂时不去推动一些大型项目 我从务实的具体项目去培育 走那种功能性外移的路线 我也要保持这个东西 第二个呢 据我所知 目前为止 所有金砖国家都非常重视决策的舒适度 就是你不要勉强我 我也不勉强你 那我们如果有不一致 并且你有很合理的理由告诉我说 这个我就是不舒服的 并且大家也都接受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搁置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朝着什么东西 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表 也没有一个路线图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 这个这次会一定要谈成什么单一货币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原因 就是金砖从来不设时间表的 因为你设了时间表之后 就意味着你除非大家都同意 那种东西其实没有必要设时间表 你设时间表 其实就是制造一种外部的压力机制 但金砖一般不这么玩 他们真的不这么玩 他们讨厌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国家喜欢被勉强 但是效率会比较低 但是其实效率也没想到那么低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说大家放在台面上的 可能不是一些特别大的东西 但是都是一些比较小但能落地的东西 这个东西它只要落地了 其实你会发现再小 你只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和频度 这个就是小步快走 你看上去每个步子不大 它其实频率不低的 过个三五年你会发现 它一套东西累积起来 这是一块 然后金砖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建了很多务实工作机制 什么叫务实工作机制 比如说去年它推那个 也是17年18年的时候 他们推那个金砖国家 叫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就是围绕新工业革命 我们去推一些伙伴性的合作项目 然后中国是在厦门建了个基地 建了个基地 那专门是推新工业革命伙伴的 就是把那些小微创企业 新兴的互联网创新企业 然后把项目往里堆 就一个个项目 每个项目都不大的 但是实实在在的是 围绕这个东西再展开 然后再相互之间进行 这样一种能力建设 金砖就是这样 就是你说它要去 你要去找一个 像G7那样有一套章程 有一个组织 然后再去设一个秘书处 这样去弄 那种单一核心的那套机构 你可能都找不到 有人就说你这个金砖究竟是算个啥 那算个国际组织吗 真的不算 真的很难算是一个国际组织 但是你看 它有很多侧编会 在每一个领域 它都有部长级的这种部长会议 教育部长会议 财政部长会议 有网络安全代表会议 有外交部长会议 有金砖国家全球治理事务的高级代表会议等等 它有这种很多的机制 然后美国家都任命了一堆这样的职位 然后大家坐下来谈 谈的时候 拿出来的成果文件 都是下面的工作组层级的 工作层级一般是私局级的到副部级的 在前期 常态化的沟通和交流 海关的 财政部的 商务部的 外交部的 这些每个部委 下面一大堆 包括科技部 工信部 都有自己相应的项目 还有教育部 有高等教育合作 推动金砖网络大学 推动金砖大学联盟 现在这次是我们提的那个数字教育治理 全球高等教育 当然数字教育的治理 推动这个数字技术去推动教育 那又是一大块 后面中方会去落实一套机制去加以推进 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事 那么就走务实路线 然后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乍一看 远远的看过去 甚至你会觉得它有点杂乱 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但是你仔细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上来去看 它就有点像什么 像小孩子玩的拼图游戏 它一块块碎片在网上大 但是整体一个框架是比较清晰的 是一块碎片在网上大 也有点像小孩子玩的 但是我看起来 那是我们的认识 但是我看起来 是一块碎片在网上大 是一块碎片在网上的 也有点像是一块碎片 在网上大 因为我们的手段